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彦淳,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 今天要聊的题目一样非常重要是针对中国崛起南向竞争 台湾风测与PCB产业面临的强大挑战 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 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欢迎玉斐 总编,各位读者,听众大家好,我是玉斐 对,上期我们分享了中国追兵在半导体这个领域 那我们知道说整个中国市场的低价倾销 已经从传统产业一路扩商到科技业 上个礼拜我们大概分享了成熟制成的部分 那这个礼拜我们要更进一步更细地来谈台湾的风测跟PCB产业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要来抽奖咯 活动期间只要订阅财讯频道 并留言财讯50生日快乐 就有机会获得一箱50周年纪念乖乖哦 要让大家股市乖乖,获利也乖乖 我们提供会员20份,非会员10份的奖品 偷偷告诉大家,会员中奖的几率非常的高哦 现在就赶快加入频道会员留言财讯50生日快乐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抽奖结果将于12月25日公布 说不定幸运得主就是你哦 玉斐是长期耕耘我们的风测产业嘛 我想先请你大概讲一下说到底现在全球的风测产业的市占率 它的变化是很明显的吗 我们统计最新数字从2018跟2023就去年来看的话 台湾厂商首度市占率是跌破五成 这是大家非常需要去关注的一个讯息 中间当然就是有两大原因嘛 第一个就是台湾厂商陆续撤退中国 因为当地一些竞争环境的影响 第二个当然就是他们当地像长电啊 通富微电 这些业者透过不断的并购的方式 然后一直长大 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统计的数字 其实看起来有点触目惊心啦 到2018年的时候台湾的全球的风测市占率是51.9 但到2023年的时候是首度跌破五成是到49.4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其实很多中国厂商窜起来了 我们一个一个来谈 其实中国最重要的风测厂最大的是哪一家 大家都知道就是长电科技 目前是排名第三 然后是当地中国第一大 非常值得关注 是他今年有很多的大的动作 第一个就是他去并购WD的上海厂 一口气就是拿下他Namfresh的后段的模组跟风测的残能 那比较特别的是因为过去他在记忆体这里比较少布局 所以有人是说刚好中国记忆体的练兵已经很久了 可能是为了放量开始做准备 接下来就是有可能市占率又有一些变化也不一定 再过来就是他引进了华润电子石骨两成多 因为华润一直以来就是晶圆制造 对 所以这样串起来之后 我们也知道就是产能很重要 你晶圆要产出就一定要封装测次 这样看起来就是他也极端化 继续长大 等于是一条龙 其实上集我们有提到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型的半导体公司 他现在凑过各种的策略联盟跟相互交叉投资 把他们的上下游供应链绑得很紧 用这种方式来壮大市场 另外一家我觉得蛮想请玉斐介绍的是通富维电这家公司 2018年的时候他的全球市占率只有3.9% 但到了2023年他已经到7.93%了 算是成长得蛮明显的 这家公司其实非常值得关注 因为他的策略很成功 他买下了超微的苏州厂跟马来西亚厂 也是这一波市占率成长最快的 也是因为受惠于超微这段时间的成长所赐 那接下来我觉得更要关注的是 因为那个前一阵子 台湾最厉害的晶圆测试厂 像晶圆电子 他卖掉了上海两座厂 他是其中的一个买家之一 所以他想要增强他的前段 就是高速晶圆测试的一些能力 开始补强一些不足的地方 然后刚好因为台系厂商决定撤出 所以接下来他的发展 也可以关注一下 有点市场此消彼长的感觉 其实蛮明确的啦 但我比较好奇 我不晓得原来AMD的封装厂 其实是中国厂商 就大家会觉得说 AMD跟台积电的关系非常好 理所当然会想象说 他的封装应该也是台厂 结果没想到会是在中国 这当时有什么渊源吗 其实刚好Lisa叔啊 接手的时候是超为最惨的时候 他那时候背负一些重责 就是他开始要去砍掉一些 经营绩效不佳的一些投资项目 这个时候其实处分掉后段封测厂 是一个抉择啊 就是因为他那时候驾动率也不好 又是制造的一个八等载 就是他的负担 所以他就是砍掉他的中国厂 就被中国厂商接手了 所以就顺理成章的 就一直合作到现在 也跟着一起长大 这个合作关系也蛮有趣的 那我相信应该很多读者或观众 都会非常好奇说 美国不是一直在积极的制裁 中国的科技业吗 半导体产业尤其是重中之重 那为什么他们的封测层 还可以发展的这么好呢 我们有分析到 不像半导体的前段的晶圆制程 可能一台EUV 一台DUV就把你卡住了 因为它很关键 可能全世界就可能只有 埃斯摩尔 东京威力科创 或是少数少数几家设备 常能够做的 所以只要美国尽力一下来 几乎他们就没有办法 再往更先进的制程迈进 就是那卡脖子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过去以来封装测试的设备是 进入门槛很低 然后供应的厂商非常多 不只像台湾新加坡日本 很多地方都可以供应这样的设备 所以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要卡 后段封测的设备 其实困难度很高 对而且他们当地的自主的设备 技术也在提升 所以我们那天就有两个说 可能就会变得有点像是 漏网之语的想法 但我相信大家已经更好奇 想进一步问说 那所以现在大家讨论的先进封装 中国追得上吗 目前看起来他们很积极 因为所有的论坛都在讨论 就是所谓的chiplet 就是小晶片封装 他们玻璃基板也有 因为那天有跟业者聊到 他们说甚至华为 自己内部都有一个市场线 就是想要一条龙 开始透过先进封装去弥补 目前他们不能持续在晶片 往更先进的技术迈进 希望可以补强这一块 对这个应该也是台厂的挑战 那其实因为中国整个一条龙 做的话等于是优先把封装 交给中资自己来做的话 那等于是步步的逼退了台厂 其实这几年来我们也发现说 台厂也是慢慢的在撤出中国 这其实是一件很令人担心的事 因为事实上台厂布局 中国的封测产业 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 所以过去曾经中国是蛮重要的台厂 布局封测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地区 对因为现在他们面临了两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当地的技术不断的提升 然后就像总编说的 我要自主化嘛 我自己的晶圆厂 那当然由本土的厂商做封测嘛 那在业务上一定会有竞争 加上其实一直以来 封测厂也是主要补助的一个产业之一 就是面临第一个它有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存在 那第二个其实早期台湾政府也有限制 不让台湾的封测厂往太高阶的技术买进 所以它其实又卡住一些东西 你是说不让比较好的技术到中国 所以其实早期大家可能停留只有在 附近载版附近基版这样的程度 如果你要继续跟当地竞争 其实你就是要不断的投资加码 研发更先进的技术 但是现在这个天花板就是没办法打破了嘛 而且现在因为美中的地缘政治的风险 那我不加码没办法竞争 那我当然就是趁早退出 目前看起来大家卖场都有不错的获利 对 就是说提早处分利益可能还好一点 这样子 其实这次育肥有统计嘛 2016年的时候 包括南茂齐邦是相继的退出 中国的子公司的股权 2024年的时候 金元电也决定要全面退出 但目前到底现在台厂的风测厂 在中国大陆还剩下谁啊 现在比较具有规模的就是细品的书州 还有细格的书州 还有新权的南京厂 当初也是配合台积电过去设厂的 那接下来因为当地还有一些客户的需求 像日月光就有跟我分享 目前他们还没有想要做处分 对 但是基本上如果是日月光自己的 几乎已经没有规模的据点在那里 对 他在2021年一口气处分 那四个比较大规模的厂之后 几乎没有太多的业务在那里 而且也没有继续加码中国了嘛 对 台湾风测厂 在中国的整体营收是衰退的 是下滑的 对 那我特别想谈这个日月光 其实日月光的市占率 我有稍微注意一下 在2018年的时候 日月光跟细品是分开计算的 对 市占率分别是19跟10.3个percent 但到了2023年的时候 日月光已经合并了细品 但他们两个市占率 并不是他们两个相加 而往下掉到25.87个percent 代表说其实市场的板块 不是相加起来而已 他可能还碰到一些中国市场的挑战 所以有点衰退这样子 毕竟日月光目前还是全球最大的封装厂 那他到底怎么面对中国的步步进逼 他的因应方式是什么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台湾的风测厂今年很特别 也是全力加码台湾 像晶圆店的铜锣厂是一间一间的盖 然后细品在彰化的新厂也启用了 云林他又圈了一个新的地 像日月光的高雄厂区 也一栋一栋在盖 中立厂也有加码 目前来讲 他们先巩固台湾最先进的技术在这里 当然就是跟台积电这些先进制程 做最强的链接 那回答的订单 或是超微的订单 苹果的订单 这些欧美大厂订单要先好好的卡住 就是不要让这些技术再往其他地方走 但是目前走到海外市场 其实日月光今年一口气 日本他花了七亿 买了九州的土地 然后前阵子又加码投资美国加州 那马来西亚是前年就宣布了 每个区域都有不一样的战略地位 对 我觉得应该特别提醒我们的观众跟读者 就是说台厂虽然在中国节节败推 可是我们透过这种方式 不仅是加码台湾 也在海外提高了布局的这个策略 我觉得其实是另外一种选项 美洲贸易战下面以后可能就变成G2 就两个阵营两个壁垒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两边都通吃 那面对中国的竞争 看起来如果我们可以在台湾 做比较好的升级 然后透过海外布局来分散风险 其实也是个蛮好的策略 对不对 所以你看好台湾的这个封装产业 未来的挑战跟机会吗 当然台湾的半导体风策 还是全世界排名第一 对啊 毕竟我们有台积电领军 真的 就是台积电最先进的制程 我们的链接是最完整的 系格总经理跟我分享 台湾的供应链是最完整的 你看从北到南才几百公里 只要有一点点问题 我们可以快速解决 然后提高量率 而且RD都在这 没错 他说这个供应链的紧密程度 是其他国家难以竞争的 这是台湾最大的优势 那我觉得也是台湾半导体的 保护的城墙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继续观察 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那除了讲这个风测之外 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 蛮suffer的产业 应该是PCB产业 PCB跟彩版 其实也面临到中国蛮大的竞争 我记得我们大概在一年 还是两年前 曾经做过PCB的 大迁徙 台厂开始从中国 慢慢搬到东南亚去 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过去台厂也是 全世界PCB产量 最大的生产国 那当然我们非常多的基地 是在中国 但基本上还是台厂的天下 那现在看起来不一样了 对 根据最新TBCA 就是台湾电路板协会 发表的一个最新的报告 今年第一次 中国的市占率居然是超越台湾 这个我看到这个死亡交叉的时候 其实还蛮吓一条的 现在很多产业都面临到死亡交叉 对 他们的扩产不见得是为了需求 就是他们是一个扶植性的产业 所以他是要重点的去培养 让他起来 而且过去大家都觉得 他们只会做很低阶的 可能双面板 单层板 那比较高级的 大家就知道像台湾有金像电 做可能20层板以上 那种伺服器板 或像剑顶 镜棚 那台湾一直以来宰板很强 我们也知道 以前有所谓的宰板三雄 南电 欣欣 还有景硕 已经叫以前了吗 没有 现在当然还是市场率低 一直以来宰板是我们 很重要的一个竞争力 但因为宰板的技术门槛 又比PCB更高一点 所以我觉得大概也可以理解说 整个产业在发展过程中 如果你是低阶 然后价格比较便宜 或者是说产品差异性 没有那么高的 基本上是非常容易 受到中国厂商的竞争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 中国制造的确非常强 他另外就是刚刚玉斐提到 就是说因为他们政策目的性很强 所以他们是要做到进口替代的任务 甚至我们用了一个照片 叫做科技包裹 概念就是说用尽全力 不管花多少钱 都要扶植这个产业 台厂在这种情况下 面临竞争 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对 大概两年前 景硕在分享 对他们有在布局 但是那时候他感觉上 技术的落差还是比较大 但他那时候就已经提醒 他们已经非常积极在布局这一块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开始有压力了 最值得关注的是 他们自己也投入材料的研发 你指中国厂商 自己也开始投入材料研发 对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 ABF跟BT是指两种不同的材料 放在上面 它有不一样的功能 以前大家都知道就是日本垄断 大家最知道就是未知数 然后那时候不是311大地震的时候 大家就排名完蛋了 还锻炼 锻炼了 那载版马上就大涨 他们就觉得这个部分 他们也要去打破就是类似像卡脖子的一个关键性的材料 所以我很好奇想问那个玉肥说 因为事实上之前台厂才千辛万苦的从中国牵引到东南亚去 好 请问现在东南亚的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目前台厂都是在慢慢的从中国移到泰国去嘛 但是因为泰国当初他们评估主要是因为那边有很强的汽车产业的供应链 所以第一波其实大部分都是以汽车相关为优先 我们知道早期的竞篷还有一些厂商陆陆续续想要在那边做一些汽车相关的生意 那大陆的部分也是想要就是有一个China嘉义的概念嘛 所以也慢慢的移过去了 因为量产的时间都会集中在2024年 2025年 对 所以接下来在东南亚这一块 大家就是第一个要抢资源嘛 抢人才嘛 所以会是一个还蛮激烈的一个战场 对我觉得对台厂来说 你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你到东南亚你的竞争者还是中国厂商 对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对真的地方就是说真的到底要怎么面对这个市场 如何做出差异化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回过头来PCB的市场看起来是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载版会比较有机会吗 载版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波AI伺服器的上来之后 其实对于略高级的载版需求其实是非常强烈的 那星星还是将这样的产品留在台湾啦 而且他跟辉达的链接很强 那时候星星就有分享他在AI伺服器的载版的市占率是第一大 我们就回到台湾的供应链 从载版有晶圆制造有后段封测 其实是串在一起的 对所以最能解决问题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期待台厂 我觉得台厂其实蛮灵活的啦 虽然面对中国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台湾就是这么有竞争力的国家 跟企业也很有想法 所以我觉得他们会不断的调整跟变通 那我们就继续的观察 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 再听了才知道第203集 得算力者得天下AI革命的关键 超级电脑里面的留言 Dorin Huang Dorin了70元耶 谢谢 他跟我们谢谢 我们也谢谢他的支持 对 然后再过来是放牛大叔 他说个人认为AI算力的应用层面非常的多 大国与小国的方向级量能不同 找到方向集中支援 才是台湾发展的方向 高雄的智慧城市就是运算中心的方向之一 他非常了解这个产业的状况 对 好 Anne Leland 她说特别喜欢这一集 才几年前大家都担心 中国在超级电脑方面已经超越美国 现在的排名却远远落后 看样子就是没有台积电的高级晶片 中国真的搞不出大名堂来 对 就是代表台湾的技术其实很先进 尤其是以台积电为首 真的是护国神山 对 好 今天非常感谢玉菲的分享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 欢迎购买财讯第726期杂志 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 听了才知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